哎 儿子 儿媳妇 你们两个回来了 哎 妈 你怎么来了呀 妈走 咱们回家 走 妈上楼 妈就不上楼了 妈呀 早上刚从地里回来 谁还有会 妈呀 给你们带点水果 拿回去吃吧 妈 你这大老远跑过来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呀 你爸他生病住院了 我手里的钱 有点不够 什么 我爸住院了 那这件事 我大哥跟小妹知道吗 你大哥他不当家呀 你小妹 他有刚装修的房子 手腿也没钱 这医院那边又 记着叫医院费 妈 实在没有办法 才想着 他能向你们借点吗 这 妈 你看 倩倩都生气了 哎呀 你说你 没事玩得跑看啥 哎 好了好了 我真理啊 有个几百块钱 你先拿着啊 这个父母生病了 作为子女啊 的确应该多拿一点 可你知道 我身上就这点钱了 要不我回去 跟倩倩商量一下 好不好 儿子 妈知道你那些不容易 没事 妈就得回家想想办法吧 儿子 这水果拿回去吃吧 妈 这水果呀 我就不吃了 你拿回去自己吃啊 你回去的路上 注意安全 好 妈知道 行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啊 媳妇 我有个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呀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呀 妈呢 妈 妈 我让她先回去了 什么 你让妈这么空手 就回去了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媳妇 我把 你这个月 给我的零花钱 都给咱妈了 老公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 你说爸生病住院 那么大的事情 就你那点零钱 这哪够啊 再说了 这妈大老远的过来找你 你说你连门都不让他进 求你这样大儿子的吗 哎 我让你 岁月匆匆 像一阵风 多少故事 留下感动 谁能误会 谁能无泪 爱恨交错 不停的轮回 相聚分 有谁心痛 多少无奈 你看看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等我回来 我再收拾你 哎 妈 妈 你走那么快干嘛 有什么事啊 咱们回家说 倩倩 妈又不上去了 妈还等着赶车呢 妈 没关系的 有什么事啊 咱们回家 慢慢说 走 来 妈 您坐 哎 倩倩 妈不坐了 妈呀 刚从地里干完火回来 身上脏得很 妈 身上脏啊 没有事 来 快坐 倩倩 你爸的事给你添麻烦了 妈 您说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做子女啊 应该做的 对了妈 我这里啊 有些钱 你先拿回去 把爸的住院费给交了 要是不够的话 你再跟我说 啊 儿媳妇 真是太谢谢你了 妈 您先坐啊 小微 你跟我来一下 哎 老公 你说咱妈那样子 你看着就不心疼吗 这平时 这钱不都是你管的吗 我就那么点零花钱 而且在楼下 我看你转头就走了 我 哎呀 我还以为你生气的呢 再说了 咱妈的事 你大哥跟小妹 他们都没管 所以 我就想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自己笑 自己得 他们不管 但是老人生病了 我们别管呀 媳妇 我知道了 谢谢你 行了 走 去给咱们道歉去 哎 哎 儿子 儿媳妇 你们别吵架啊 这钱 是要妈借你们的 妈 你胡说什么呢 妈 您刚才说什么 你说管我借 妈 是儿子不孝啊 我小时候找您拿钱 那都是理直气壮 怎么现在我大了 您找儿子拿点钱 倒成了贱呢 哇 你养我小 我就应该养你了 钱俩黄金 万俩银 有钱难买父母 安娜 妈 别哭了 小微 快起来 我们一起去医院啊 去看吧 走 走 三桂蝶娘与儿男 行走夫妇用手牵 明天 我 家 我要 你们 我